哈喽,大家好,我是Karen 上一集的视频是讲了一个系统 我平时会怎么样化我的日常的妆容 我身边的朋友就跟我反馈说 可能有一点点讲得太快了 然后不够仔细 特别是眉毛和眼睛眼线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准备特别来做一集 关于怎么化眼妆这一块的一个影片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 那我现在已经上好我的前期的一个护肤 水乳液面霜防晒隔离 然后我已经上了我今天的气垫BB 我今天用的是雪花秀的气垫BB 然后我用的是最白的色号 所以我的脸跟我的脖子有一点点的色差 最后我们会把它调和一下 底的话我还是用爱丽小物的 然后我今天想说用一下我的这只棕色的 好我们开始咯 我还是有眼袋 我是有眼袋的人 所以大家将就一下看 因为我觉得一字眉比较适合我 所以我会在这边先拉一条 上面拉一条线这样子 一直拉到我想眉毛的长度停下来这个地方 差不多就是这边 然后下面的话我也会拉一条 然后这个眉毛的形状就出来了 前面的话我不会说也框一下 我会就是用宽的这笔头 宽的这一面然后就是稍微这样子轻轻的刷过 然后我们只用填这个空白的部分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浓浓的眉毛 所以我会在我画的时候下手比较轻 只是会稍微的就是填充空白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我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眉毛太往下垂 不够立体不够让我的人看起来有精神 我就会在这边我的这个眉峰 这边我再强调一下 我再把它往上延伸一点点 然后让这个眉峰有一点点出来这样子就好了 嗯 是不是很简单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这一边也是 我们先画线 就是停在这个眉峰的这边 然后你往后延伸 下边也是 因为前面眉头这边我是比较深嘛 所以我会轻轻的这样延伸出来 后面的话我才会下手这样子画过去 不然前面就会太浓 然后填充这个空白就可以了 然后前边的话我会用这个宽的部分这样子轻轻的带过 然后调整一下两边眉头的高低 对 然后就可以了 画的话就是这样了 我们要用这个刷头把它刷得很平整 主要是刷前面 因为后面我觉得型已经都画出来了 主要是前面的颜色的中和这样子 然后刷得自然一点 淡一点 像就是自己生长出来的颜色 因为我刷刷我这里这边 我真的是没有眉毛后边 所以我会刷完之后 我再填充一次一些空白的地方 下面是眼睛的部分 看看大家什么 PREVIEW